大家好,我是阿菲 今天又带大家来挖鸡棕了 最近家里的果园呢 每天都会出酒窝 有的时候很多 比如说今天啊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油鸡棕的详细做法 我们先去挖鸡棕 这堆鸡棕 离我家并不远 床子,然后下来 大概40米左右的样子 一堆 两堆 都很好找 很远就看到了 123 456789 哇,这堆多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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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堆就多了 也不知道有多好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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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了 我得赶紧回去 这种已经展开的小机棕 非常脆弱 我们得轻拿轻放才行 第一步就是去除泥脚 有小伙伴问 为什么不直接拿去洗呢 如果直接拿去冲洗的话 你用手一搓 或者刷子一刷 就很可能把杆子的刷断 并且这些泥浆 会冲散到菌折里 所以第一步 就是把它的这些泥给刮掉 但这个前提是在 集中新鲜的时候 如果集中稍微放一段时间 这个泥很难削下来 就只能靠刷子来刷血 削泥脚的过程 也是非常享受的过程 去过泥脚的集中 清水一冲 找段小叶子 一般用刮的叶子 或者粗糙的一些叶子 轻轻一擦 泥沙不难清洗 鸡中的质地非常细腻 用手一撕 大小 很好控制 它的这个丝 非常的接近 肉丝 炸鸡中油 一般选用植物油 我们这边最多的就是菜籽油 把青花椒和辣椒一起炸香 辣椒稍微变色之后 就可以下入丝毫的集中了 时候非常大 所以这个水分的流失 集中会变得越来越香 记得提前调味 用炸干之后的集中 再入味就很难了 调味很简单 在本地只放盐就可以 如果你还想放点其他的佐料 那也是没问题的 炸这个过程 取决于火力的大小 不过不要太大 火太大的话 容易在边上瞬间的就糊掉 而那个水分没有被炸干 所以可以调个中火 慢慢炸 边炸就可以闻到集中 散发出来那股 独特的香味 时候很大 像这么多集中 最后炸下来 反正就不多 一大碗左右的样子 没有一小碗左右的样子 不过只要每天都炸 每天都炸 我们就会存上一大锅 从今年吃到明年 导致期非常长 像这种炸干的集中 可以放很久 有的时候 我们会一直吃到明年 吃到明年 又有集中的时候 看我今天吃什么 南瓜汤 泡饭 家里今天炸好的油鸡中 就很棒了 飞香粉 喝了 就一直喝了 只要咔嚨 吃 鸡肉 吃 咸鸡肉 拿出来这个油机中会有点黄 在油里泡一段时间就会变得黑黑的 不会这么黄 泡过之后呢 要比这干干的更好吃 因为它更软了 你也嚼越香哦 很脆 会变得更好吃 你老婆 皮肉 我的皮 很脆 非常脆 没有吃到 太脆了 吃饭呢 一定要全身贯注的吃饭 这样才能吃到 它真正的味道 就是用心去感受 比较的 最好的 切开 每个都喜欢吃饭 也会是很老的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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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takie酸っぱ食材 蛋包 環境壁 瓦 水 好